好了 同学们有答案了吗 那跟着菲菲老师一起对答案吧 首先 James家的事居然是皮尔S Fox还是皮尔S 皮尔S 皮尔S 以及皮尔 有能说恩为什么 估计要全队同学放毛铃脚吧 如果你全队 这么你这个名词语法还很过硬的 如果没有全队别害怕 我先擦了 跟着菲菲老师再次想一遍 名词后面 到底加了皮尔还是皮尔S 估计不是跟你的想法不太一样 怎么办 没那么简单 什么以S结尾就怎么样 不以S结尾就怎么样 一定要分两步 首先第一步 判断该名词 它是个单数还是个负数 听好了 判断这个名词是个单数是个负数 如果这个名词是个单数的话 那恭喜你太简单了 不管那个单数最后长什么样 都以皮尔S结尾 单数名词永远加皮尔S James先慢点 单数复数 詹姆斯邦德 一个人啊 别看那一S结尾 我再给他一个皮尔S 没有问题 狐狸一只吧 Fox 老板里S 但就是一个老板 我继续加皮尔S 那接下来 children是复数 那怎么办呢 复数名词稍微复杂点 继续分两步 如果这个复数恰巧以S结尾 那我只需要在后面加个皮尔就行了 如果这个复数 恰巧不以S结尾 我还得加皮尔S 叫做单数名词以S 单数名词永远加皮尔S 复数名词以S结尾加皮尔 不以S结尾加皮尔S 什么意思呢 children第一是个复数 他以S结尾吗 不是 他是以N结尾 所以不以S结尾 继续加皮尔S 而sisters单数复数啊 复数 是不是以S结尾怎么办 加皮尔 那同学们加一难的 服务员叫waiter 那女服务员怎么说呀 waitress 那女服务员的包能告诉我皮尔 还是皮尔S吗 很好 单数名词 别看那么多S 继续加皮尔S which is fact 没问题吧 那同学们接着 我说女服务员们怎么说 witches 以S结尾的名词怎么编复数 witches 的包 那一堆女服务员的包呢 请问这里是复数 你不也S结尾啊 你S结尾怎么办 加皮尔 别害怕 就这么写 如果明白的话 同学们 那二十分钟的时间 别害怕 二十分钟的时间 我们一个个写 先想二十分钟怎么写 别看上面啊 twenty minutes 没问题吧 名词二十分钟肯定是复数 二十分钟 的时间 那的 这是个复数吧 yes结尾吧 是不是这样的皮尔啊 时间呢 time 所以有些都老不加 就说二十分钟 时间不行 英文特别较真 二十分钟的时间 赵猫后咱们写一个 哎呀 从我们家到学校 有二十分钟的路 路呢 我就用walk这个名词了 比如走路二十分钟 那怎么说 先写二十分钟 twenty twenty minutes 然后复数名词 然后复数名词 也还随便加 皮尔 walk 叫做 twenty minutes walk 那你复数 加一段 二十分钟了 啊 twenty minutes walk 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 今天 随便老给你上了一个 假设了 五小时的课 类似你 五小时怎么说 five hours 复数吧 那 复数那得呢 复数名词 也会加 皮尔 特教 less 不过你看 这个五小时的 相当于修词 是less 你完全可以说是 一节五小时的课 叫 er five hours less er 修试less five 修试hours 这个再加个的 看着挺乱 其实挺有逻辑的 那所以我们来看第三个 我收到了一个 三公斤的包裹 重达三公斤 一个包裹 怎么说 呃 包裹那词 我希望你记住了 劈开头的 啊 par parcel 没问题吧 那三公斤叫 three kilo 有没有s啊 三公斤肯定是负数 然后加什么 很好 呃 three kilos parcel 好继续 十米的距离 距离怎么说来了 distance 没问题吧 十米怎么说 ten meter tr tr 一都行 加s 吧得 然后 ten meters distance 走了十米的距离 就叫做 cover ten meters distance 所以这个怎么算也叫做 他将会 敲响 十二 七二 在二十分钟的时间之后 哪点之后啊 印下一段时间 表示之后 这个一会儿 墨写 你未必能写出来 好好琢磨琢磨 怎么回事 就能写出来了 好 那同学们继续往下走 fifteen minutes past 十五分钟 过去 然后 在 five to top 什么意思 五分钟 踏闪 十一点五十五的时候 at 加聚集的时刻 the clock stop 钟怎么样 停下来了 停止的过去时 不能直接加一滴 我们要双斜 老师什么次在双斜呢 你就这么数 所以老师教你小窍门啊 你一定倒着数这个字母 如果它遵从辅音 原音 辅音的顺序 就得双写 p辅音 o 原音 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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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双写一下 中毒兵戒 stop 能明白的意思吗 那同学们 如果知道的话 十五分钟 这个词一定牢记 动词都很核心 这个词为什么难 因为它有四个意思 四大金刚啊 那能 我也不知道你 pass 学了几个意思 当动词 我一个个考你 你看第一个能想起的意思 怎么翻译啊 the cloud passed the town hall 什么叫the town hall 市政大厅 这人群 怎么市政大厅 很好 路过 经过的意思 注意pass是个规则变化 过去识加一地 过去分词也加一地 pass passed passed 那同学们 这个词叫路过 而且是个急误动词 不要加什么 through啊 cross啊 by都不加 the cloud passed 堂货 有一天我路过了 肯德基 但是没钱 就没吃 路过 kfc 那就是 I passed a restaurant 或者 I passed kfc 就可以了 还能路过哪呢 he smiled sorry 这块问题 不用过去识了 he smiled at me at 冲着我微笑 当他路过我的时候 as he passed me 简称 as he passed 当他路过我的时候 冲着我笑了笑 点头微笑吗 那同学们 我路过我的家 怎么说一起来 I passed 加个过去十万亿地 I passed 我的房子 my house 急误动词 哎呀 这个地铁 这火车客套 没有 过了这站了 在这站没停 路过了这个车站 怎么说 the train passed the 车站怎么说呀 station 没停 就叫路过 你看路过没停 the train passed the station 这就是passed 第一个意思 什么意思啊 路过某地 在一个地方的时候 他经过路过 那老师还有什么意思 想不起来 想不起来 看明镜呗 同学们 那你看 这什么情况啊 我想说的是 can you pass me that parcel 倒有句 parcel 这回得知道吧 看这么多别人 不知道 你能把你包过 我手不过长 看要pass 和靠 递给的意思 所以他第二个意思 叫递给 而且大家会说 递给也是给 所以他词组跟给一样 give somebody something give something to somebody 你要记得词组是 pass somebody something pass something to somebody 递某人某物 递某物给某人 能把药物递给我们 我够不着 can you pass me the key can you pass the key to me 没问题吧 递到手里啊 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 那时候没什么好玩的 上课有些东西老大 带那些漫画书 而且非常小 就这么小 为什么买这种小的 老师看不见啊 他看 快把书递给我 我看完 他递给我了 你能把那本书递给我吗 怎么说 can you pass me the book 倒过来呢 can you pass the book 什么me to me 所以pass somebody something pass something to somebody 递给某某物 咱们到底觉得 把大衣递给我 pass me the code 倒过来呢 pass the code to me 这就是pass的第二次 第三个意思 最熟了同学们 哎呀我爸 昨天打我了 为什么 because I didn't pass the exam 什么意思啊 he hasn't passed his driving test yet 到目前为止 他还没有通过考试了 通过 这回最熟 我没过考试 I didn't pass the exam 我们所有同学 最兴奋的一课就是 will pass the exam 我们都通过考试了 也有一个同学 得零分 哭得跟什么似的 得十分都精了 当然得一百分的 往往是女同学 或者长得像男同学一样的 女同学 举个例子 开个玩笑 pass the exam 哎一般 好学生 通过了考试 那老师 那你还说第四个意思 第四个意思 请看我们课文 fifteen minutes past 当时间放在前面 他可以表示 时间的经过 度过 也可以只是流逝 只有他可以 不能用别的动词 比如 日子就这样 慢慢的过去了 日子怎么说呀 the days 一天一天的日子 过去呢 pass 慢慢的 不知不觉的 慢 slow 不就出来了吗 日子慢慢的过去了 the days pass slowly 当然 这怎么翻译 哎呀 慢慢长夜 今天晚上真无聊 作业写完了 电视也没节目 我妈把我电脑都给封了 后天就pass the evening 怎么翻 你是怎么度过 这慢慢长夜的呢 你是怎么打发过去的 你是怎么让他流逝的呢 那当然 I don't know how to pass the winter 甚至来到秋天 我就把我们家梁上船吃完了 当然说只能吃 到冬天没吃了 我真不知道 I don't know how to pass the winter 什么意思 怎么熬过度过这个冬天啊 但是冬天早晚会过去的 the winter will pass 春天最终会到来 那同学们 这就是pass的第四个意思 时间在前面 表示时间的度过和流逝 15分钟慢慢的过去 然后 在11点55的时候 钟突然停下来了 那于是发生什么呢 the big minute 这什么针 很好 那个大的纷针 did not move 没有怎么样 没移动 we waited and waited 都是过去时啊 全文是讲故事 我们等啊等啊 but nothing happened 没有一件事 发生 没问题吧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接下来 到底发生什么呢 那这就有点冷遇了 可wellcome 等了半年热情 被浇了一团水 那同学们 接下来出现了 sadly someone shouted 突然有人大喊 shouted at somebody shouted is two minutes past twelve 那首先问你 咱就这个pns 这eat还是时间吧 时间已经是 12点过两分了 没问题吧 这pns是谁的缩写呢 到底是eat is的缩写 还是过去时 我学了eat was的缩写 还是现在完整是eat has的缩写呢 首先大家要知道 eat ps可以是三种缩写 那么有可能是eat is 有可能是eat was 有可能是eat has 有些同学会写三种形式 但有一种老外是绝对不会缩写的 你知道这三个哪个是错的吗 第二个 过去时不能缩写 he was不能写成he ps they were不能写成 they什么re 那个不行 能明白这意思吗 只可能是eat is 或者eat has done的缩写 而后面又没有过去分次但 所以证明这是eat is 老师你不刚才说这讲故事什么 出现现在是你这个骗子 注意 你没看冒号双引号吗 虽然这是过去的事 但对于当时的人说出的话 可都是现场的呀 现在是两点过十 十二点过两分了 eat is two minutes past of 哎呀老师 这是什么东西啊 经过的意思 路过呀 你看这个句子 he ran past me without stopping 他跑过了我 都没听 嗯不对老师 好像你刚才讲的路过 好像你说的是 pass 对 这个友谈已经发现了 这就是本科的终结 不要以为这是一个词 这是两个词 不会意思一样 但词性不一样 老师什么叫词性 难道还有 哦那是男的那里的 不是 就是说有的可能是动词 有的不是动词 那同学们 首先我们来辨析辨析 pass的词性叫动词 它的过去是规则的 叫pass pass 能明白这意思吧 它的意思叫经过路过 而pst的词性叫借词 因为p来表示借词 借词就相当 你看到哪个词 in啊 on啊 at pass 有一个 只不过in是什么 在里面 on在上面 at 在附近还可以加时间 pass 也能加时间 叫经过 也能加地点 它就是经过的意思 那动词 借词有什么用呢 意思又都一样 我啥想动词 啥想借词 那同学们来看一个句子 一个空只能填一个词的话 你会选pass 还是pass 他走路路过了商店 有的人呢 我就选动词 我选pass 然后变成过句词 你同意吗 绝对不行 因为英文一句话 就只能用几个动词啊 一个吧 一山不容二湖 也就如果这句话 有动词了 我只能使用借词 就相当 walk along walk across walk path 他走路路过了商店 那如果你非用pass 把walk去了就行了 叫做 she 还得用过句词 pass the shop 还得进行时代的变化 动词有时代 那这个呢 我们路过我们的学校昨天 这空的只能填一个词 你能用pass吗 如果你用pass的话 不好意思 这句话没动词了 一山不二湖 但你得有个老虎啊 没问题吧 所以答案是 we passed there yesterday we passed our school yesterday 不难啊 那你看这句话 就是一个点啊 一个句子 I live on station road 我住在车站大街 就是那个路过游举就是了 你会选pass 左边呢 还是pass 各种形式呢 答案 你就关键你找没找个动词吧 有吧 leave 所以你就写pass 老师这用不用变形式 当然不用啊 这跟on一样 on就打死你 才只有这种形式 你到哪里 passed I live on station road just passed the post office 你的意思 this two minutes 动词吧 就得使用passed 能明白这意思吧 继续 she waved 什么叫waved来了 挥手 她边开车路过我 她边朝我挥手 请问你想passed还是passed 这里有没有动词 有吧 是开车路过 那老师我就想用动词怎么办 那你把这开去掉 she waved as she passed 在她路过的时候 她挥了挥手 当然就无法找到开车的意思了 你要记不住 你可以记个公式 passed 其实就等于任何一个像的动词 just passed 这样我觉得比较好理解吧 我路过餐馆 i passed a restaurant 也可以叫i go passed a restaurant 所以这个剧情我们就讲完了 如果讲完的话 我们继续往下走 叫做 the call has stopped 这个终点怎么样 已经停了 什么叫现完 是直到现在为止 到他们说话为止 已经不响了 所以造成的影响 怎么回事啊 有人喊 i look at my watch 这里又回到过去时了 因为这是又陈述了 不是当时说话 所以这两个的替换 你得小心啊 我看着我的表 it was true 这是真的 好 接下来 the big clock refuse to welcome the new year 什么叫refuse 拒绝 还是拒绝去做模式 refuse to do 这个中拒绝去迎接新年 一个冷遇吗 那接下来 at that moment everybody began to love 大笑 安心 最后的速度上场了 给我读一下这名词 一起来 moment 什么意思啊 片刻瞬间的意思 烧送 即逝的那么一会儿 比如 he thought for a moment and then spoke 他thought的原型是谁 think thought thought 他想了那么片刻 就想一小会儿啊 然后就 spoke的原型是 speak spoke spoken 没问题吧 然后就开始说了 以及 it is one of the most exciting moments in my life 人生中都有一些最兴奋的 一些短暂的片刻 这个是我这么多 最兴奋中的片刻之一 这是我人生中最值得记忆的瞬间了 比如 考清华 考北大 多美啊 希望将来你也有这么一个moment 不过moment最重要的词组 就是你今天看到的 画下来 at that moment 就在那时 多形象 在那时 就在那时 at只加点钟 不过moment本身就是一刻呀 我觉得也是个点钟吧 比那点钟还细 所以用的是 at 不要用up 不要用in at that moment 就在那时 很寸的感觉啊 和形象 at that moment the phone run 就在那一刻 电话响了 就在那时 我这包游戏 我爸爸就来了 at that moment my father 什么音 came in 过去失手吗 继续 就在那时 我的钱包被偷了 at that moment 就在我 给人发短信的那一刻 怎么样呢 my wallet 我的钱包 被偷一袋 币家蛋 was 偷 steal stall stolen 还就是steal stall stolen 好继续 就在那时 一群人开始叫喊 at that moment everybody began to laugh and sing 没问题 began to shout 所以同学们 如果知道的话 这一刻我们就结束了 就在那一刻 每个人开始做梦事 begin to do begin的过去时 began to laugh and sing 这里由于是 to do 就用原型了 能明白吗 那真明白的话 那同学们暂停一下 休息休息 那当然这一刻 虽然讲完了 但我们还有 正宋视频的内容 休息完之后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你今天要时代累了 可以选择明天 把这课文 起码给我背下来 单词熟悉以后 然后 你再听我的正宋视频 再看看我们的 听听MP3 这一刻 做做练习 就算结束了 那接下正宋视频就是 跟着飞飞老师 一起背课文 好了 同学们 休息休息吧 休息休息